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自今年一月起 我們已經共同抗疫足足七個月了 這次的疫情對於香港的經濟和民生 造成非常之大的打擊 特區政府一直都不敢鬆懈 儘管有一段時間疫情是平穩 我們都從無掉以輕心的 一直以來都是按著我在一月講的三個原則 就是說任何時候都應該嚴陣以待 當發生了變化的時候是需要迅速應變 也都希望透過各位傳媒的報導 能夠做到公開透明 今天這個抗疫的記者會 已經是由我親自主持的抗疫記者會第十四次 當然在這段期間裏面 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以及衛生防護中心主持的記者會 是超過一百場 也都是希望能夠市民掌握最新的疫情 我們現在是面臨一個疫情非常之嚴峻的局面 在幾日前我留意到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先生 在一個新聞的發佈會裏面 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的 她說今次要阻止病毒蔓延 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決心 同時是願意做出一些艱難的決策 英文是Hard Choices 來確保每一個人的健康安全 這七個月以來 我時常都要做一些艱難的決定 但是今日向各位公佈的 是我七個月以來最艱難的決定 押後四年一度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是非常非常艱難的決定 但是為了押止疫情 為了公共安全 和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並同時能夠確保選舉 是在公開公平的情況下進行 這個決定是必須的 其實過去這大半個月 社會上已經有很多聲音質疑 我們是否能夠 仍然安全地在九月六日舉辦一個選舉 和當提名期結束之後 那些候選人 是怎樣可以安全地進行這些競選的活動 事實上兩日前 甚至有人寫了給我 就說如果我不押後這個選舉 可能要採取一些司法的行動 但是同時社會上也都有不同的聲音 也都有一些人是抱有懷疑的態度 但是他們都疑中留情 就說如果真的要押後 特首行政長官 你是需要清楚地解釋你的理據和法律的基礎 所以今天我會花點時間和大家解釋 我們做這個這麼艱難的決定的時候 考慮了一系列的因素 這個介紹將會包括以下八方面的 今次的疫情是有幾嚴峻 疫情對於選舉的影響 海外押後選舉的一些經驗 押後了立法會換屆選舉的理據 第五是相關的法律分析 第六是我們今次是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來進行這次押後 第七是這條規例裏面的主要內容 當然稍後律政司司長是會詳細介紹 最後我們這一次的工作 也都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 疫情有多嚴峻 我想每一天有出席 或者有看四點半衛生防護中心 和醫院管理局的新聞發布會 都應該是掌握的了 2019冠狀病毒病 現在仍然是肆虐全球 但流行症是繼續加速 確診的個案過去六個星期是增加了一倍 截至昨天為止 是達到一千六百八十萬宗 其實今天我再去查過 應該是超越了一千七百萬宗 而其中有六十六萬宗 是死亡的個案 第二點要說 就是有效的疫苗仍然在研發著 這個病毒感染是難以完全消失的 因為一直要等到有效的疫苗出現了 而且生產廣泛地在地區的應用 我們才能夠說是安全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各地或者各個政府都要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不要令到疫情失控 不少專家曾經在中國各地的政府 或者人民 當大家都依蠢這些防控措施的時候 感染的個案就會減少 但如果一鬆懈的時候 這些感染個案就會上升 因為目前來說是沒有能力可以完全消滅這些病毒的 香港的防疫策略有出席過我們過去這麼多記者招待會的傳媒朋友都掌握的 我好簡單講講 我們由始始終是相關齊下 一方面是壓縮跨境的人士 另一方面是要大家保持社交的距離 我們都採取一個叫僵持有道的手法 即是說要適時去調整這些管制措施 反映最新的公共衛生情況 經濟的需要和社會的接受程度 或者我曾經是用一個圖畫表達的三人拔河 如果大家都記得 我說過在三人拔河的考慮裏面 不是一個完全科學都涉及一定的判斷 因為我們要看看究竟今天的社會去到這個地步 它對於這一系列的緊的措施 它會有什麼反應 第三個工作我們不斷在加強追蹤緊密接觸者 但可惜到現在為止 我們仍然有很多個案是源頭未明的 第四當然是加強病毒檢測 無論在醫管局、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診所 以至到現在已經延伸到在社區的較高危的群組 和一些多出現確診個案的地區 我們都是加強這些病毒的檢測 希望盡早可以找出感染的人士 盡早隔離、盡早治療 當然在多了確診個案的情況之下 我們需要更加多的設施 所以一直的策略都希望能夠增設這些檢疫、隔離和治療的設施 最後希望透過廣泛的公眾宣傳和教育 令到每一位市民都注重個人的衛生 我們的工作成效 大家可以看到在壓縮、跨境、人流方面的力度是非常之大 在今年年初一月份 當時每日平均透過海、陸、空、口岸入境的人士 每日平均是三十二萬五千 到這個月截至昨日為止 已經是下跌到二千零十六個人次 而絕大部分是香港人 可能是各位身邊的朋友 一些子女在海外她要回來 又可能是一些涉及我們抗疫工作採購的人士 亦都是需要入境 至於在出境方面 一樣都是受到控制 因為在早期大家看到 香港的人出境 特別是經過陸路口岸回內地 它沒多久又要回來 所以在我們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要壓縮出境的人流 亦都是由今年一月份 每日平均的三十二萬四千 壓縮到最近這個月的三千二百一十八人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壓縮的空間都已經沒甚麼 除非我們說儘管香港人 香港居民在《基本法》之下 享有出入境的自由和權利 我們都不讓你回來 或者不讓你離境 但是這個是相當嚴厲的措施 亦都會引來一些司法的挑戰 在保持社交距離那方面 都是不斷地張持有道 有時收緊 有時要放鬆一些 包括在群組聚集的人數上限 停貨和要求家居工作 關閉一些公共設施和商業處所 管制食肆的營運 強制佩戴口罩和禁止一些在醫院 老人院的探訪 避免出現有感染的情況 但是自7月初為止 大概是由7月8日開始 我們就看到再爆發的疫情 是極為嚴重的 從7月8日到7月30日這段時間裏面 新增的確診個案是高達1852宗 比過去半年即六個月裏面累計的1300宗 是多了140% 在昨天7月30日更加是錄得單日的新高 就是149宗的確診個案 而90%都是本地感染的個案 而且好像我剛才說 有接近一半的確診個案 到現在都是源頭未明的 但我們會繼續去跟蹤這些確診者 希望找到它的密切接觸者 和它是怎樣感染回來的 而今次的爆發令人很擔憂的 就是它涉及不同的組別 不同的工作環境 不同的地區 到現在可以說 差不多所有的職業的群組 都是出現了感染的個案 我們當然最擔心的是 安老院出現的感染個案 在頭一半年 我們其實每天都很怕老人院會感染 一直都守得住 直至到最近我們有幾間的護理安老院 出現了確診個案 出現了確診個案 從這個圖表大家看到 今次疫情的嚴峻 而且是以本地個案為主 到今天都沒有一個放緩 或者下降的跡象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說一開始的時候是第一波 中間由輸入帶動的疫情是第二波 我們亦都在這段時間 進行了復課 中學民憑會口是成功舉行了 這個就是將持有道策略之下 令到社會可以繼續運作 這個是7月的情況 大家更加明顯看到 是由大概是7月8日開始 這些本地個案就是不斷飄升 當然每一天都有上有落 但是已經是進入了第10天 都是每天確診的個案是超過100宗 所以情況是非常之嚴峻 這個地圖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已經是分布在港九各地的了 從最初集中在九龍東 當然九龍東現在仍然是佔所有確診個案 大概是三成左右 但是已經是確散到去港九的其他地區 所以綜合的評估 現在香港的疫情可以說是正處於 2020年1月以來最嚴峻的情況 而社區的擴散是會繼續蔓延 大爆發的風險是與日俱增 加強病毒檢測將會令我們識別更加多的感染個案 事實上如果大家記得在衛生防護中心 每天的記者招待會 各位提問得到答案都知道 有一些個案是怎樣去識別回來呢 就是在一些高危的群組裏面 在一些的士司機 在一些安老院的員工裏面 我們主動去跟他做病毒檢測的時候 就發現到原來他是一個感染 但是沒有病徵的人士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隱形的帶菌者 今天香港社會還有幾多隱形帶菌者 是一個我們需要很認真去處理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四個更加令到很多人擔心 就是我們的公營醫療系統 醫院管理那個醫院已經出現了不勝負荷 亦都是這樣導致到有些確診的人士 未能夠即時入院 這個我們表示是非常抱歉 亦都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加快那個程序讓他們可以入院隔離和獲得治療 但是如果這個情況是長期持續下去 恐怕將會危及香港的公立醫療系統 所以簡單來說 本港的疫情已經是為香港 為香港的市民構成極大的公眾危機 我進入第二部分說是這個疫情對於選舉的影響 香港的選舉它有它的獨特性 這一次是一個立法會四年一度的換屆選舉 可以說是香港的各種選舉裡面規模最大的 我們今天的登記選民是高達四百四十萬名 就是說他們每一位都可以出來投票的 涉及的議席是七十個 所以競爭都會相當激烈 在當日是要成立六百一十五個投票站 分佈廣九、新界 我們需要招募三萬四千名選舉工作的人員 除了在投票站工作 這些選舉工作人員 亦都會分派到特設的中央點票站 和一些媒體中心 是會涉及大量的人群聚集 人際的互動 構成極大的感染風險 第二方面亦都是香港比較特殊的 就是我們有不少的登記選民 他們是在內地 有些是居住在內地其實每日回來的 因為在越港澳大灣區其實要回來香港是很容易 有些亦都可能是他的家人在香港 但是他需要在內地工作 他每一段時間亦都會回來香港 而每次投票這些朋友都是很樂意回來 因為他們仍然很關心香港的情況 亦都有一些是滯留的 大家記得早期我們是特別要安排專機 去接回一些滯留在湖北省 滯留在巴基斯坦 滯留在印度的香港居民 我相信仍然有不少是滯留在海外和內地 但由於剛才我給大家看到那個壓縮的人流 邊境的限制 看來他們是沒有辦法 可以在9月6日回來香港 行使他們的投票權 第三就是我們的群組聚集已經進入去最緊的水平 就是不能夠多過兩個人 所以這個將會令選舉的集會 和其他很多慣常選舉的活動 是沒有辦法舉行 譬如一些探訪 或者是一些街站 都是沒有辦法進行的了 第四就是香港的選舉 有一點比較獨特 就是我們有一個中央點票站 即是將一些在屬功能組別的區議會第二 要將它集齊來點票 據我所知 這個中央點票站的工作人員 可能成萬個 也都有媒體中心給大家工作 但原本的安排 都是將這兩個設施 是擺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但大家每天都問醫院管理局 什麼時候這個亞博可以轉型 成為一個臨時的社區治療中心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按原定的計劃 在亞博管成立這個中央點票站 和媒體中心 需要靈魅地方 在這麼短時間要靈魅地方 要安排要培訓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挑戰 第五點就是今次的疫情 對於老人家是影響得最大 無論是感染的風險 病發的風險 以至到死亡率 長者都是比非長者高很多的 但在我們的登記選民策裏面 足足有六十萬名 是七十一歲及以上的長者在裏 相信由於病毒的原因 由於他們會面臨額外的風險 他們亦都不會落於 或者他們的家人亦都不會願意 被他們在當日出來投票 另外一點就是 亦都是香港比較獨特 受制於我們現行的法例 我們沒有辦法安排 有些其他仍然繼續選舉的地方 可以做到的選舉的安排 例如是譬如如果不能夠 可以做選舉集會 可不可以在電視或電台廣播 那裏來做競選宣傳呢 有些地方可以 我們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的廣播的法牌 根本不容許有政治的宣傳的成份 我們目前的法例 亦都不容許我們將 九月六日一日的投票 分開幾日做 亦都不可以容許我們 給海外海內的選民 以境外投票的方法做 更加沒有電子投票 或者郵遞投票等的安排 這些是大家見過的 包括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這種人群的聚集和人際的接觸 是無可避免 當有三百多萬人在同一日 要出來的時候 相信是無可避免 第三部分和大家說說海外押後選舉的經驗 因為最近聽到很多反對押後的人 就說很多地方都能夠繼續做選舉 為什麼香港不能夠呢 根據兩個國際組織的統計 一個就是國際選舉制度基金會 截至到7月15日 有62個國家和8個屬地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押後了原定的選舉的 根據另一個國際組織 這個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nd Electrical Assistance 它就是和我們比較了 由2月初 由2月21日到7月26日 全球至少有68個國家和地區 因疫情而押後選舉 而能夠如期選舉的是49個 所以可以說更加多的國家和地區是押後選舉 而不是繼續如期去舉行 特別我想舉這個例子 因為大家對英國都很熟悉 英國是在3月25日通過了一條 都屬於緊急的法案 是2020年冠狀病毒法案 它處理的問題是非常之廣泛的 但其中有一節是處理延後選舉的 就是將原本在2020年5月7日 在英格蘭118個地區議會舉行的選舉 和都會市長選舉 包括倫敦市的市長 而倫敦市跟我們的人口差不多 7、8萬左右 就押後一年去到2021年5月6日舉行 另一個地方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澳洲 澳洲的新南威爾斯州 New South Wales 也都本來在9月就是有 在這個州裏面的所有的地區議會的選舉 同樣也都是押後了一年 去到明年9月才要進行 第四部分就是考慮了我們獨特的情況 看了海外的經驗 今次在香港特區 我們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的理據是如下的 第一就是我們一天裏面有三百萬的選民 如果假設投票率是七成可能更加要高 他們會在同一天裏面去到全港六百一十五個投票站 投票大家如果記得這些投票站都不是很大 投票站的外面也都不是一定有很寬敞的環境 所以在這個情況 這個人流的聚集將會產生非常之高的交叉感染風險 跟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選舉管理委員會 怎樣看這次選舉 但我在這裏強調我們的決定是並沒有跟選管會討論 所以你看到的日子 主席馮華法官都在三日前 七月二十八日他寫給我 我為何不跟他談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決定是一個政府的決定 政府決定了要繼續辦 選管會就會努力去執行 而決定因為種種的原因 因為公共衛生的考慮不辦 這個應該是一個政府的決定 但是很多謝馮華法官 我相信他們的同事都考慮了周長之後 就是寫了一封信給我 就長列了他們認為在九月六日如期舉行 這個換屆選舉會帶來的公共衛生風險 以下的內容是逢官的信裏面的內容來的 第一就是他亦都考慮到 預計會有高投票率 所以很多票站是沒有辦法按照衛生防護中心的要求 實施至少一米 不是1.5米 只是一米的社交距離都是很難的 而選舉事務處更加估計到 在大概百分之三十點九的票站 是需要服務四千到八千名選民 而另外有四成多的票站 更加要在當日服務多過八千 甚至去到一萬五千名選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出現了我剛才所說的很大的交叉感染風險 第二就是大家知道 在任何時候都有數以千計的人 在接受家居的檢疫 選管會認為 他亦都很難以安全地安排這些 接受家居檢疫的選民 可以在特定時間投票 而不會出現交叉感染 即是說在那時段 其他選民不能夠進入這個投票站 甚至之後要消毒 實際上是非常困難 才可以滿足到這個要求 另外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中央點票站 無論在投票站 大家都去過了 投票站幾位同事一起坐在一起發票 所以無論在投票站或者中央點票站 要選舉工作人員保持一米的距離 亦都是極為困難 另外一個亦都是我們看得到 考慮得到就是長者的問題 選管會亦都看到 長者的感染病毒的風險 是比一般人多幾倍的 所以如果長者選民當日仍然是 願意出來投票 將為他們帶來額外的健康風險 所以選管會給我一個信的結論 就是說 認為三百萬名選民投票 將會帶來幾何級的感染風險 exponentially larger infection risk 這個是信裡面的說法 並因此就是認為 政府應該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考慮 9月6日的選舉 是否仍然能夠安全地去進行 當然除了這個原因 我們亦都看到有其他原因 剛才都是簡述過 由於是有禁止群組的聚集 即是不能夠多過兩個人 所以候選人將不能夠進行任何有意義的集會活動 在這裏我想特別指出 在英國決定他們去押後選舉的時候 這個亦都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英國同樣有一個選管會 英國選管會在致行英國政府建議押後選舉的時候 他曾經是說 候選人和政黨如果因為疫情 而未能夠可以向全體的選民爭取支持 是一個押後的因素 另一點就是大量的選民在內地生活工作和學習 和不少滯留在海內外的選民 將會因為邊境管制 而無法回港投票 大家都很重視這個投票權 我們將令到這些都是數以十萬計的人 是無法在這次投票了 長者的選民亦都是有特別高的風險 所以如果他們去投票 就會承受額外的風險 如果他們不去投票 他亦都是無法行使他的選舉權 所以綜合了上述的因素 我們認為如果選舉如期在9月6日舉行 將難以符合公平公開的要求 亦都會危及選民、候選人、候選人的支持者 和投票站、點票站的大量工作人員的安全 跟著要處理 就是如果要押後 要押後多久呢 照我們看了 剛才那兩個國際組織組合了的資料 各地押後選舉的時間是有不同的 有些押後幾個月 有些押後一年 甚至有些就是無無限期押後 就是說都說不出 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那個選舉 行政會議顧及了香港的情況 是認為選舉應該押後一年 我們的考慮是這樣的 第一當然都是公共衛生的考慮 新一波的疫情很可能是需要持續幾個禮拜 甚至更長的時間 我想這個大家都聽到專家的意見了 而就算以上一次四五月的經驗 即使是穩定了下來 社會都需要另外一段時間 幾個禮拜 才能夠可以復原到 即是回復回比較正常的運作 而專家又告訴我們 除非及時研發到或者供應到有效的疫苗 否則到年底 極有可能出現冬季的爆發 我留意到剛才四點半的 衛生防護中心的新聞發佈會 也有一位傳媒朋友問問張醫生 很快又冬天了 那有甚麼準備 可能有一個冬季的爆發 第二點就是立法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關 它有憲制的責任 也有實質的權力 是在立法、收禮、撥款、審批收支 和通過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而且這些工作全部是有一個年度、週期 是一個cycle 去到甚麼時候是要做甚麼的 尤其是有關財政預算案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在2月到4、5月期間 香港的立法會 不能夠通過一個財政預算案 就影響得我們全部的政府 和受政府資助的機構的運作 所以我們是不能夠因為換屆選舉不確定 而造成長期立法會停擺 或者是出現了一個立法會的真空期 香港的選舉同樣都有個週期 如果我們在9月6日未能夠舉行這個選舉 重新啟動 起碼要3至4個月來籌備 而且為了公平起見 在下一次的選舉之前 應該再進行一次選民登記的工作 給那些第一次滿18歲 或者以前未曾登記的人士 都有機會登記成為選民 這個將會令到時間更加長 於是又回到一個所謂週年 即要年度的週期才能夠處理得到 第五部分就是相關的法律分析 近日都有法律界的人士 或者非法律界的人士 就看完香港的現行法律 就是告訴我們哪些法律可以用 哪些不可以用 香港的法律最涉及 立法會當然是立法會條例 即是第542章 立法會條例的現有條文 我們詳細分析之後 是沒有辦法將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 更加沒有辦法令到在押後一年期間 那個立法會可以按正常的年度週期運作 直至到下屆換屆選舉 我們的分析是這樣的 沒錯在立法會條例的第四十四 括弧一條是授權行政長官 可以在換屆選舉舉行前 認為如果這項選舉 是相當可能受到騷亂 或者公開暴力 或者任何危害公眾健康 或者安全的事故 妨礙、干擾、破壞或者嚴重影響 我是可以指示 將這項選舉押後 但是跟這條條例的第四十四 括弧四條 又規定了 如果行政長官押後了原定的選舉 新的選舉日期 是不能夠遲過原定選舉日期的十四天 所以如果九月六日不選 九月二十日之前 你又要選 這個似乎 不是今天我們疫情之下 可以滿足到的 當然有人說 你可以多用幾次的 不斷地十四日、十四日、十四日 這樣延續下去 但是如果行政長官這樣做 我覺得社會上一定會認為行政長官是濫權 而且一定會引起一些法律的挑戰 亦都有人提過 將幾條條款加起來 可否做到這個效果 譬如行政長官可否利用條例的第四 括弧二條 將第七屆立法會任期的開始 不是定在今年 是定在明年的十月一日 其實這個我們是未賣獻報的 即第七屆立法會任期 哪一日開始 是未刊獻的 但是有人就說 你可以將它定在2021年才開始 第七屆的立法會 同時間又將九月六日的選舉 即是我早前按著第六括弧二條 定了九月六日的選舉 就將它取消 然後又再利用了 立法會條例的第十一條 第一款第二款 就是當第六屆立法會任期完結 就是今年九月三十日之後 就要求第六屆立法會的主席 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而在第十一條第二款就是 如果召開了緊急會議 在第六屆全體立法會議員 就可以回來 被視為是立法會議員 they shall be deemed to be members of a legislative council 就可以繼續議事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種的做法 肯定是不是適當地去行使這幾條條例 原意也都會構成一個法律的挑戰 當然大家也都很熟悉 有一個叫599章 就說在抗疫期間 行政長安會和行政會議 曾經多次去根據這條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599章 定立了多項保障公眾健康的規例 但是經研究過之後 押後今次選舉的主要目的 也都包括要確保選舉是公開公平 所以它不是單單只是處理公共衛生 所以如果用第599章 也都是未必適用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鑑於這個疫情是屬於危害公眾安全的緊急情況 我們決定是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即是大家一般講的緊急法 第241章 它是一個唯一可行的方案 具體的理據是這樣的 為何滿足到危害公共安全 是一個緊急的情況 我們現在見到新增的個案 和死亡的個案都是不斷上升 如果這些選舉活動 和投票日的大量人群聚集 和人際接觸 令公眾衛生情況惡化 這個將會構成非常嚴重的公共安全危機 剛才已經和大家介紹過了 而事實上隨著提名期 在今日結束了 選舉活動一定會展開 所以這些選舉活動 將是有增無減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在這一刻 很多人都有個問題 無論是這些數以百計的參選人 四百多萬的選民 或者滯留海內外的選民 包括那位寫信說 如果我繼續選 他因為滯留在內地 他可能要提出司法挑戰 那麼大組的人 他都要知道究竟9月6日 香港有沒有一個立法會的換屆選舉 所以那個確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押後選舉是可以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 從而可以舒緩我們公營醫院系統的壓力 這個是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的 而將選舉押後一年 就可以避免妨礙到立法會年度的議事周期 和選舉的周期 亦都可以避免去不適當地使用其他的法律條文 而引致到司法的挑戰 造成更加大的不確定性 甚至可以影響到特區政府的管治 用緊急法是否有足夠的理據 大家亦都可以參考 上訴法庭在今年4月 就著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裁決 那個裁決是針對我們去年 援引緊急法來做反蒙面的規例的 而上訴庭的裁決是清楚確定了 這條條例是合憲的 而且它說明 條例的存在是被行政長官會 和行政會議可以迅速 有效 來到立法 來應付對香港和市民構成嚴重 和持續威脅的所有各種緊急情況 和公共危險 我們現在正正在我剛才說的那種緊急的情況 好了 這條條例的內容 我很簡單在這裡說 但稍後我相信司長和局長都會說 這個緊急情況 換屆選舉日期 第七屆立法會規例的主要內容 是會指明新的選舉日期 是明年的9月5日 都是星期日來的 會撤銷所有有關 今年9月6日換屆選舉的公告 選舉的程序也都會隨著我們刊獻 而是生效就會終結了 而我們應該今天刊獻 就在明日8月1日凌晨零時零分就生效了 選舉事務主任和候選人 仍然是有些責任要履行的 我們要處理選舉開支 選舉捐贈那方面 稍後我請司長和局長可以在這裡補充 但這不是已經做完了這件事了 仍然有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就是基本法 基本法第69條是定明 立法會除了第一屆任期是兩年之外 每一屆都是任期四年的 所以第六屆立法會的任期 將會是到今年的9月30日 就是足足四年就要結束 如果我們用緊急規例是合憲合法 但我都只能夠把第七屆的立法會選舉日推遲一年 但未能夠處理 立法會在未來一年 將出現一個真空期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用緊急法去說這個一年 這個立法會是仍然運作 可能就是跟第69條說 立法會一屆四年的 為何無端又多了一年 是有一些衝突 所以為了令到我們的工作更加穩妥 我已經向中央人民政府 呈交了一個緊急的報告 是尋求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和指示 國務院已經是回覆了 回覆的內容是這樣的 國務院是支持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基於公眾利益和香港的實際情況 依法作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推遲一年的決定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七屆立法會推遲情況下 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的問題 中央人民政府將依法提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 國務院也要求香港特區政府 應該依法做好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主要推遲而涉及的相關工作 這個是我今天要和大家的介紹 啊